生命電視 一個完全公益 免費的佛教衛星頻道 接下來請收看海濤法師心靈講座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好 各位法師 各位菩薩 阿彌陀佛 今天農曆食物 所以六災日 十災日 如果能夠首戒 首災戒 可以消除罪业兩百戒 那今天也是善行惡行一千萬倍 如果今天可以多念阿彌陀佛 更可以消除業障 我們學佛 最主要是一個心態 由這個心態 在迎頭你的語言行為 跟對待眾生 對待世界的方法 那是根源在於心態 世間的這麼多宗教 也並不是沒幫助 重點在於 究竟不究竟 很多宗教教我們 方法可以升天 那升天是個好事 善法 只是呢 升天福報享受完了 那我們就要開始輪迴痛苦了 所以叫不究竟 有錢很好很好 有錢可以拿來供養三寶 可以來做好事 但是有錢不能幫助解脱生死 所以說有錢是個住員 但不是究竟 那當然站在菩薩道 兩個都要 就像說 人家說給你一百萬美金 然後第二個條件 給你一輩子都不會生氣 你要哪一種 一般人說不要生氣 那我說兩個都要 因為不生氣我內心很平靜 有一百萬美金 可以做很多幫助眾生的事情 那這個就是佛教叫菩薩道 菩薩道呢 它是包含了世間的福報 也包含了要有一個解脱的生命 解脱的心 更重要的 希望自己有能力去幫助各種的生命 離苦得樂 所以簡單的說 我們的生命有意義 但是就來自於幫助眾生 就像我們今天 大家很多菩薩一大早 我們就要去開車 跑了很遠去河邊放生 各位你要多思維這個道理 當我們去放生的時候 這一幕會影響你的心態 好有意義 好快樂 雖然肉體上坐車很久 又下雨 做煙共 熏了一大堆 頭都暈 那是好有意義 因為能夠幫助眾生 今天我們在馬來西亞 他們又救了要被殺的野生的大蟒蛇 救了一百一十九隻 等一下 沙杜沙杜 野生的一公尺長的四角蛇 歐洲人要用它的皮來做皮包 救了四十九隻 救了很多野生的烏龜 畢業 所以我們跟野生的屠宰場說 初一十五 你們錢照賺 但是你不要殺生 也救了你們的工人 那些工人 老實說都是我們緬甸過去的工人 因為經濟上的因素 沒辦法 從事於殺生的行業 老闆 老闆是華人 懂得怎麼賺錢 但是呢 想一想 他們也很可憐 老闆說沒辦法 所以為了賺錢 他必須傷害到其他生命 他也知道夜報不好 所以我們參加法會 他都會來 現在已經有一點狀況出現了 這個因言果報 不見得是來事報 有些就現實就報應了 所以 當然就像喝冰水喝太多 會傷身體 但是冰水又好好喝 但是又克制不了 我想修行 還是要能夠深信因果 那首先要講就是跟他說 那我們去思維 每個月的十五 初一十五 佛菩薩的聖誕 一定有很多很多人 去拜佛塔 去印佛經 去做善事 吃素 去慈悲 我們內心 隨喜隨喜這個功德 那我們也希望 隨喜所有的功德 再把這個功德 普接迴向 融入很多受苦的眾生 我們必須關心整個世界眾生 那現在有報紙 有媒體 讓我們很有機會 去去了解 也去隨喜 也去幫助 所以哪一個國家 發生什麼樣的災難 在政治上 哪裡有一點挫折 在經濟上 怎麼樣 如何 那各位這就是菩薩道 你要關心世間法 你要關心佛教 你要關心所有的生命 那我們必須要保持在這種狀態 那為了要關心這些生命 离苦得樂 那我們要一直累積功德 那為了要累積這善根功德 我們要祈求三寶的加持 我們隨喜世間上所有善法的功德 然後呢 願這個功德 就像外面如果烏漆麻黑 只要點一盞燈 在黑的地方那一盞燈都看得見 就像天上的星星再小 但是那個光遠遠越黑 他就月亮 所以雖然我們功德有限 但是一個人發菩提心呢 來關心這個世界眾生 他的心就像那個星星一樣 但是如果他發的是圓滿的菩提心 什麼叫圓滿的菩提心呢 正的徹底的空性 產生了平等的大悲 那這樣一個圓滿的菩提心 那他就像十五的月亮這麼大 那佛陀也這樣比喻啊 佛陀也這樣比喻啊 他說世間的布施供養 功德很大 像天上的星星 那是用慈悲心菩提心 所做的一點點的布施 他的亮度就像月亮一樣 月亮的亮度 十五的月亮超過一百千萬的星星 所以雖然我們能夠做的有限 但是菩薩道就要我們圓滿 一個徹底的心態 所以講到這個地方 為了要幫助自己 為了要幫助眾生 各位一定要保持在百分之一百的 圓滿的心態 那你要達到百分之一百圓滿的心態 就要徹底正的空性 那有了空性 那你就不會有這種 貪 嗔 痴 傲慢 懷疑 種種種種負面的心態 所以你一定要守護你的心 這才是守護這個世界 因為你有一個圓滿的菩提心 你的念佛 誦經 詞咒 一點點的力量 就變十五的月亮一樣 可以照亮整個世界 就像各位剛剛點了這麼多燈 唸一下 再唸一次 菩提心燈 大慈悲為由 大信願為助 大智慧為光 當願六道父母眾生 顯發智慧 脫離輪迴 發菩提心 上品上身 極樂世界 趁願 趁願再來 廣度眾生 同誠佛道 雖然我們 假設只有點一盞燈 但是我們要讓自己的心態 真實的圓滿 像十五的月亮一樣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佛法叫心法 但是為了你要把這個心圓滿 菩提心 那各位首先要做的 念一下 調伏自心 所以你要 你要經常 反省 關照自己 征服自己 調伏自己 那這個世界 如果你要生氣 你可以找一萬個理由來生氣 一萬個理由來抱怨 因為這個世界 本來就是五濁二世 娑婆世界 這個世界 並沒有真正究竟的快樂 這個世界叫娑婆 只有忍耐 堪忍 只能忍耐 這樣過日子 就像這個身體 經常要找你麻煩 那邊痠 那邊痛 一下那邊不舒服 但是你不要太在乎它 如果你太在乎它 那你被這個身體卡住了 這個身體 佛經說這個身體 是四條蛇組成的 兩條朝上 兩條朝下 所以一天到晚在吵架 地水火風 經常在不協調 那不協調就是 那邊痛 那邊痛 但是很幸運的 我們可以 運用這個 短暫 無常 不清淨 會生病的身體 拿來修行 拿來打坐 拿來念佛 拿來利益眾生 就像各位聽我講話 事實上我講話都很用力 因為我每天講太多話 沒事的時候我更喜歡念眾 然後呢 一直做超度 一直寫牌位 再看經典 那看經典 那看經典我師父才會說 一定要念出聲 如果你沒有念出聲 一般的眾生聽不到 惡地菩薩才聽得到 惡地菩薩太少了 那其他的凡夫都聽不到 天神也聽不到 所以你看經典你叫念出聲 所以對我來講 我必須要很用力 但是我認為現在雖然很用力 但是很值得 很有意義 所以凡事都是在痛苦中完成的 一切都是勉強的 所以特別你要修行 那你要去思維生病的癌症 老病死輪回很苦很苦 所以有人問我說 師父修行是不是不會痛苦 我只能這樣回答 修行也痛苦 不修行也痛苦 你問洪光法是痛不痛苦 但是世間的痛苦 沒有意義更痛苦 修行的痛苦可以解脱痛苦 可以雖然很苦 但是可以幫助別人解脱痛苦 就像各位媽媽 你懷孕生小孩子苦不苦 苦啊 那是甘願啊 甘願很苦啊 但是因為你認為甘願 所以那個苦你可以忍受 所以往往一個小孩生 我下回不生 下回繼續生 一個兩個三個 所以菩薩 他就是天天在生小孩一樣 天生在痛苦的狀態 但是他覺得有意義 他願意去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解脱 那你也不能怕苦 因為你要淡念無常 聖物放逸 就像火已經燒到眉毛了 你一點點都不能忍受痛苦 就像很多人問我說 師父你們為什麼要出家 怕苦啊 我說你們都不怕苦啊 到佩服了 很苦啊 談感情很苦啊 賺錢很苦啊 活著真苦啊 沒有一點快樂啊 沒有一點快樂啊 這個世界並不是越老越快樂 這個世界很可憐 就是越老越苦 這個世界到最後都是一個悲劇 所以剛剛我講了 致命上司九十一歲 然後懷病而死 我的師公真華長老九十二歲 也是懷著病苦而往生 我的法主和尚绝光長老 活到九十四歲 那更是懷著長期的病苦而死亡 但是這些菩薩 他們不怕 他這個苦可以讓他 不斷的來跟人家結緣 來累積资粮 然後他們可能就會發言 趕快要投胎再來 再來苦 他就可以推廣佛法 他可以利益更多眾生 所以各位講到這個地方 首先要把痛苦當作一種祝緣 因為痛苦讓你想要解脫 因為痛苦讓你更慈悲 因為痛苦讓你更精進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痛苦 那你就不會想解脫 那你就不會想解脫 也不會精進 所以各位不能怕痛苦 往往這個世界 每個人都在怕痛苦 所以我要喝涼的 要吃好的 我要買好的車子 我要享受 我不願意寂寞 各位女孩子 你為什麼會結婚 寂寞 怕寂寞 我要找一個人 依靠 有些人為什麼要養狗 依靠不到人 依靠狗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感情 沒有依靠 事實上依靠更痛苦 對不對 如果你有智慧的話 抽菸的人快樂 還是不需要抽菸的人快樂 當然不需要抽菸的人快樂 喝酒的人快樂 還是不需要喝酒的人快樂 喝酒的人就是 他不喝酒很痛苦 借酒消愁 愁更愁 讓他甘願 但是有智慧的人 不喝酒沒事了吧 就像以前我很好賭 我還沒有學佛以前在家 很好賭 有一個人跟我講一句話 我覺得 我回去想了很久 我終於開悟了 賭博什麼時候停止 你什麼時候贏 太簡單了 我回去想了很久 所以這個叫思維 想完以後決心不賭博了 不然我就永遠在輸的狀態裡面 所以愛情什麼時候停止 什麼時候快樂 好好想一下 那你結婚了怎麼辦 那就不要用世俗的愛情去對待對方 用慈悲去對待對方 慈悲是沒有佔有的 沒有控制的 沒有忌妒的 沒有失去的 以後無所求 慈悲就是希望對方 離苦而已 無所求 無所求就沒有痛苦 那世間的愛情是自私的 佔有的 控制的 所以期待愛情很痛苦 执著 失去愛情更痛苦 從頭到尾都痛苦 那如果你去思維這個道理 那你何必去追求愛情 何必去找苦吃呢 何必去找苦吃呢 他決心要出家的時候 還沒障礙 後來他居然 還沒出家以前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呢 就開始很多問題來了 然後後來他還跟這個女孩子結婚 又生了好幾個小孩 然後身體也不好 家庭也失敗 然後呢弄得很痛苦 原因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結過婚 生病死掉的太太不甘願 天天找他麻煩 甚至有一次他跟我們在法院市借車 一開差一點被撞死 他這個太太已經有一點恨他 恨到他要讓他死 一個死掉的人 我們相信佛法的人 生命有輪迴的 今天你執著一個東西 然後你的先生跟你說他要出家 好吧就讓我死了我甘願了 結果他又去跟別人結婚 又生小孩 你看他恨了 所以他每天 也會影響到他新結婚的太太 睡不著覺憂鬱症 也會影響自己心情都不好 因為造成一個負面的不好的心態 所以佛陀叫我們千萬不要傷害眾生 因為你傷害眾生一定自己痛苦 殺身 偷盜 邪淫 騙人 喝酒 最近有人問我同性戀的問題 我只能跟他說 你爸爸媽媽認同同意你這樣做嗎 他說當然不會啊 我說問題就在這邊 愛情重要還是孝順重要 他說師父你這樣講不公平 我又不是故意的 難道女孩子談戀愛可以 我一個男人跟男人談戀愛不行 那好在他問我 愛情不分男生女生 同性戀 異性戀都是苦 不然我們何必出家呢 我們出家前也很苦 為了要把這個感情放下斷掉 那是比把他殺了都還殘忍 非常殘忍的 但是又沒辦法 因為不這樣 最後還是痛苦 愛情像毒品一樣 哪有人天天在吸毒呢 所以只能放下 那放下的過程是痛苦的 但是同性戀 你的父母當然心裡很難過 當然你也有痛苦 但是同性戀是一種夜報 過去世所造的一個惡夜 所以佛經說 此效佛像 此效出家人 或是勾引出家人 或是破壞到世間的感情的 那種種 那就造成你這輩子的感情的痛苦 慾望的痛苦 那如果站在佛法 首先我們就要懺悔 那進一步能夠得到解脫 因為不能再去碰這個事情 你碰這個事情就很痛苦 所以 當然我跟他說 你要想盡辦法 如何去控制自己的欲望 當然如果你一定要結婚 找一個同性戀配偶 結婚一輩子 站在世間的法律 不能說錯 但是站在因果夜報 是一個無奈的事情 將來一樣有因果 只是我們已經知道錯了 為什麼不有一個智慧跟決心 斷除它 改變它 佛的力量不可思議 我想 我講到這個問題 修行啊 就像人類的欲望跟感情一樣 如果你隨著感覺走 我喜歡他 我喜歡跟他講話 聊天 住在一起 結婚 那是你失敗的 因為你有一個 依賴饑渴的感情 或欲望 那不是一種成功 那你成為欲望感情的奴隸 那這個苦就 你愛得越深越苦 因為你怕對方離開你 你怕對方改變 當然我也聽過以前 是哪一位文學家 是否胡適還是哪一位 他跟他的太太一起自殺 因為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但是自殺 最後能夠在一起嗎 自殺的果報 沒辦法形容 你必須重複那個自殺的痛苦 要不是自殺以後 兩個人可以在一起 但是因為人用自己的 自己騙自己 所以各位這一點要知道 世間的快樂都是假的快樂 叫偽裝的 不是真的 那我們今天有機會學佛 釋迦牟尼佛 視線給我們看 佛陀為什麼要出家 那如何征服自己欲望 稱恨的過程 征服了 在菩提樹下成佛了 他才可以用他的慈悲心 並以智慧來教化感化 也征服這個世界 所以我經常背這句話 佛陀以無量節的精進 消除了自己的貪嗔痴欲望的煩惱 才能夠用慈悲感化這個世界 就像點燈一樣照亮這個世界 那如果以這句話來講 你陷入了愛情 那你不是輸了嗎 陷入了生氣恨執著 那就輸了嗎 我心甘情願 成為欲望稱恨的奴隸 輸了吧 所以今天我們去 這條河叫什麼河 他們講了那一位昆沙的故事 也講了那一位諾康的故事 那我 等到我們出家人趕快就寫牌位 功德很大 寫牌位 希望他們離苦得樂 那同時要寫 所有因為毒品 而是被毒品所害 而死亡而受苦者 希望他們都脫離 毒品的痛苦 甚至整條河裕 這條河裕 影響了好幾個國家 所以這條河裕兩邊的 所有友情都希望他們 離開痛苦 所以我想想一個人 你在世間再怎麼成功 像個皇帝 那只是短暫的 來勢更長耶 各位你想想看 來勢你升天至少九百萬年 來勢你下地獄至少一百九十億年 來勢你做軌道一百七十億年 來勢你做動物 你這輩子殺五隻雞 那你要做兩千五百次的雞被殺 所以來勢你做動物 做軌道 下地獄 做天人 那個時間次數無量無變 唯有做人是最殊勝的 短短的八九十年 又能夠聽聞佛法 不趕快努力修行 征服生命輪迴的痛苦 乃至幫助眾生 不然那你就要浪費你寶貴的人生 所以佛經說 我們這個寶貴的人生 如一次長壽千百億年的海歸 一百年浮出來一次 就剛好有一次 在海上有一個木頭上面有一個洞 它可以投窗過去 那要這個機率太小了 它才有機會做一次人 所以各位你現在都知道我的意思了 所以不能墮胎 要保護生命 因為它百千萬劫的輪回 終於輪到它 因緣成熟可以投胎做人了 媽媽不要她 把她給殺害了 你看這個小孩多怨了 那對媽媽當然也不好 所以來法會功德 今日放生功德 河邊淹共功德 禮拜佛塔寺廟功德 回向所有流產臺兒 流產的父母 同享功德 所以當我們一直去思維這個道理 那你就會生起一個悲心 哎呀他們好苦 那自己一定要經常去思維 你才會生起初離心 我不要再痛苦了 輪回很痛苦 難得投胎做人 所以 而且又能夠聽聞佛法 又能夠聽聞大乘佛教 然後自己又把生命浪費在世間的貪嗔痴 甚至我經常勸人家 出家了 修醒了 就不要再生氣了 就不要再起欲望了 因為你已經懂佛法了 懂佛法了 然後還在那邊造業 還在那邊造輪回的因 那是太可惜了 所以剛剛還在車上說 如何把菩提心的軟體植入在腦裡面 這樣 然後讓你的腦裡面都不能起貪嗔痴 一起貪嗔痴就觸電這樣 要死要死了 所以佛法各位要像敲墨魚 墨魚 魚的眼睛不敢閉起來 一閉起來就被吃掉了 所以要保持這個決心 不要再睡覺了 對不對 不要再無名就要睡覺了 要保持圓滿的了解一切 了解自己了解眾生 叫圓絕成佛了 所以阿羅漢也是菩提 叫生文言體 生文菩提 他聽到痛苦 哇 他就怕了 生老病死 愛別離苦 求不得苦 怨真會苦 五孕赤甚苦 他一感受到痛苦 然後佛陀給他講 聽到佛陀講 痛苦的因來自於無名貪愛 想要逃離這個痛苦 那你就要消滅無名貪愛 你要消滅無名貪愛 那你就要出家 持戒禪定 斷除貪嗔痴 正阿羅漢 他們就走了 這個叫生文菩提 那圓絕呢 雖然自己可能很好命 但是看到花開花謝 看到有隔壁有老人死了 那時候沒有佛陀在講法 但是這因緣變化 他就體悟了 哎呀 一切都是生命 所以他就出家了 努力的修行 正的批斥佛展現神通 用神通度總神 因為他必須接受供養 他接受供養 出家人不是懶得賺錢 出家人是要把所有的精力 時間拿來解脫生死 拿來追求菩提 所以他不想浪費時間 所以並不是懶惰 並不是懶惰 但是也要讓自己 讓別人有功德 出家人出來脱脱 把我所有的修行 持戒的功德 不施給供養我飯菜的人 不施 然後呢 希望對方能夠得到他的福報 進一步 希望對方也能夠解脫 所以我想各位要去思維苦 苦的原因 你要死修 無論是自己感受到苦 還是感受到眾生苦 像我自己 我這輩子還算滿好命的 很有福報 那是因為我媽媽生病了 病得很厲害 癌症 醫生說可能沒用了 接下來就是面對痛苦 面對痛苦 我一聽我沒辦法接受這個事情 因為我媽媽 我比較偏我媽媽 我對我爸爸不太尊敬 因為我爸爸是知識分子 有錢人 我媽媽是鄉下沒錢人 好像是賣給我爸爸 所以他就委屈忍辱這樣修 那我們當然會騙媽媽 但是因為媽媽在生病 你一點點都受不了 又知道這麼嚴重的病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講 我就想那 生命真苦喔 我用什麼方法能夠幫助我的媽媽 所以我有機會讀到地藏經 我就跪在地上讀地藏經 讀完以後 我就決心發醫院出家了 因為對媽媽 你一定要用一百分的方法來對她 她說我發醫院的第三天 我媽媽就出院了 然後到今天已經 二十七年了都好好的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但是因為我媽媽的痛苦 讓我發起出力心 學地藏王菩薩的菩提心 所以我當然想要出家 後來我回家 我就跟我太太說 你也有爸爸媽媽 我也有爸爸媽媽 那我們不能讓爸爸媽媽辛苦一輩子 最後生病死掉輪回 因為不可能叫他們修行的 一個人能夠聽聞佛法 像各位願意坐在這邊聽聞佛法 那是無量式的善根才有辦法 當然坐在這邊還有分兩種 聽得懂跟聽不懂 還有第三種 雖然聽懂了 卻沒有入心 然後走了就算了 各有各的因緣 我是屬於那種人 一次聽懂 就要用生命去做的那種人 我是屬於那種人 這也是我過去是修的福報 所以我這輩子很重視印經 很重視推廣經典 很重視供養出家人 因為我希望我來世 最好出生的時候 就看到出家人 然後就出家了 我不要等著混了一圈再來 我如果什麼時候聽到佛法 看到出家人 看到佛經我就要出家了 因為免得浪費生命 所以因為我母親的這種情況 讓我發起這個心 所以來精進 所以我跟我太太說 我們現在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要孝順父母 孝順父母 我們叫學佛守戒律 那我這個人我願意非常孝順 所以我要為他們出家修行 當然出家修行 對你是很大的痛苦 因為我必須離開你 但是這個痛苦的本體也是假的 我講得很好聽 他說你亂七八糟講 什麼痛苦的本體 我說明明沒有 哪有痛苦你拿給我看 他說他心肝都快裂掉了 這個假的又有智慧對你來講 沒有心肝的痛苦 你要沒智慧你會覺得我心肝快裂掉了 但是我只能給他講 媽媽跟太太 我一定選擇媽媽的 但是也不是不愛你 只是愛要提升 讓你解脫 那才是真愛 天天拿毒品給你吃 我愛你我愛你 那是害死你 所以就我們已經學佛的來看 男女的愛情 本來就是一種約束痛苦 輪迴 不自由 所以很多人都在追求 幸福快樂自由 我們以前以為有錢有地位是幸福 現在才知道脫離這些束縛 脫離這些執著才是幸福 自由 進一步能夠幫助別人更幸福 這個死亡痛苦是必然的 所以我都觀想過 得癌症死亡 被火燒死亡 被砍頭死亡 我都想了 我都準備好了 所以我每次去 有人 特別是天主教 天主教 我們這次去歐洲 很多傳教士被斷頭 被火燒 我很喜歡進入那個觀想 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 那一種 替眾生贖罪忍入了痛苦 我就很認真的觀想 要觀想到自己身體很痛 在流血 但是心裡很高興 我能夠替眾生贖罪 聖母瑪利亞 抱著死亡的耶穌 抱在手上 這叫聖傷 這就是母親 母親的愛 能夠生了一個 對世人有幫助的耶穌基督 母親雖然感情上痛苦 心裡很快樂 各位這些你要去模擬 你不能說 與我無關 記住這句話 特別我們修大乘佛教 心肝要很軟很軟很脆弱很脆弱 別人一點點痛苦你都受不了 所以你不願意去罵人家 你不願意去用一個壓力給對方痛苦 就像有時候明明我不希望的東西 對方交給我 師父交給你 你用吧 我為了讓他高興要假裝用一下 因為就怕對方不高興 但是你修這個也是一種忍辱 也是一種慈悲 所以各位這一點我必須強調 特別我們講空性 空性就是你能夠 什麼叫空性所展現出來 無虛偽的大悲心 是你能夠百分之一百的感受到 那一隻小蒼蠅的痛苦 今天你家裡有網門 小蒼蠅跑進來了 他飛不出去了 那你要覺得很痛苦 首先你要趕快拿一點甜甜的餅乾 讓他吃一吃 吃完以後你要用什麼方法 窗戶打開讓他趕快去自由吧 不然他關在裡面 就像有時候我去很多地方 那些蜘蛛關在裡面 他們要餓死了 因為他們裡面沒有什麼洞 也沒有蚊子飛進來 然後他們就是他也不吃素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就會跟他說 蜘蛛啊 我看你就吃素吧 你要發怨 你餓死是必然的 喝喝水吧 我也不希望你吃到蚊子啊 因為你龟翼三寶啊 要跟他念一念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以我無關 那你要感受到他的痛苦 念一下 因為了解 所以慈悲 他說話講清楚啊 一個女人愛一個男人 或一個男人愛一個女人 他只想了解他 他對別人都沒興趣 那個叫執著啊 那不叫了解 我們講的了解 是你對所有生命 這個花 他就是希望漂亮一點 這個花裡面有花靈 你一動它它就會離開 他不執著 因為他知道這花是短暫的 所以我們這個花灑灑清涼的水 念念歐馬尼別綿紅 希望這個花開得更久 希望這個執著在花上面的這個靈氣 也能夠超度 那你要有這個 要很強烈的悲心 每天去做很多的事情 你就沒有執著的愛情 一個人之所以痛苦 是他把所有的精力 都定在他的身體 家庭 事業 兒女 感情上面 這個叫執著 執著就痛苦 佛教裡面講啊 就像男女之間 你很愛對方 就像用針扎的對方 他會跑掉的 那佛教要的是這種平的 平等的沒有壓力的愛 叫慈悲 那各位這個慈悲你一定要去培養 你不能說我每天在讀經典 找課 晚課 看到人就趕快跑啊 那不行 你要愛花 愛人 愛空氣 愛鳥 愛魚 愛排位 所以我每次經過 我都會跑到裡面去念一念再出來 跑到裡面去念一念再出來 因為亨德有地藏殿 然後有地藏王菩薩 這麼慈悲 你們都睡覺了 他一個人還坐在這邊 然後他在關心那些地獄道 惡鬼道 死亡者 對地藏王菩薩來講 眾生 特別三惡道眾生 都是他的心中的媽媽 他已經答應釋迦牟尼佛 我絕對不會讓任何一個三惡道的眾生 墮落在輪迴裡面 我想盡辦法要超渡他 哪怕他聽一句佛號 菩薩名號 一句咒語 一句經典 他都可以解脫 他就守在那邊 所以我們要去學地藏王菩薩這種 耐得起孤獨 不怕痛苦 不怕鬼道 不怕地獄 地獄不空 師父成佛 你要去學他 以地藏王菩薩的悲怨的心態 來幫助這些往生者 也不是光我們觀音室的所有往生者 要觀想 所有魂墓區 所有往生牌位 所有死亡的動物 南無大運地藏王菩薩 我們上面也說 地藏菩薩心咒 親世辣召喉 地藏菩薩超渡山土苦咒 地藏菩薩滅定夜真言 地藏王菩薩常咒 各種 乃至你乾脆坐在那邊送地藏金 你要把地藏王菩薩的力量表現出來 那你越學地藏王菩薩 那你就把你的地藏的菩薩的這種種性給拉出來 念外在的佛 是要把內在的佛性展現出來 就像懷孕一樣 懷孕從小小的受精卵 變成一個大大的小孩子 所以你只要有這個佛種 那是你要去培養 培養這個佛種 讓它萌芽 讓它越來越壯大 那你要去培養這個佛種 就不能夠離開受苦的眾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經常去關心別人 去關心眾生 所以報紙一打開就是你修慈悲心的時候 網路一打開不是看好不好看 是修慈悲心的時候 不管她是政治人物 她是一個可憐的妓女 她是一個生病死亡的 所以前兩天發生一個 前三天吧 在台灣台南 有一位憂鬱症的媽媽 三十二歲 她趁她老公不在的時候 開著車子載了兩個小孩 一個五歲 一個三歲 然後呢 她就載到一個湖邊 我那邊我還常去 叫虎頭杯 先把兩個小孩子 先小的給她套塑膠袋 然後把她勒死 先大的五歲的 然後再把兩歲的又把她死 然後她自己在後座 用一個同精神後座 上吊 那個可以不用吊的 然後她就這樣吊著死掉 三個全死 所以來 法會功德 我會這樣 陳姓婦人 林姓五歲 兩歲小朋友 同享功德 硝冤姊姊姊 你苦得樂 那我想各位 你必須去了解眾生的苦 那你來幫助你想到他們的苦 而對他們生起悲心 因為我經常晚上一個人在寫牌 有時候會覺得 這個一寫他們來了嘛 但是那個時候是你在保護自己 你沒有悲心 悲心不夠強 你怕鬼 悲心夠強 你只有同行他 你根本不會怕 所以南傳佛教 我以前剛出家 他們叫我們去生靈修行 面對虎目 他就要征服你這個 對自我的談愛 對自己生命 哎唷 有鬼會不會傷害我 但是問題是 你要真的有悲心的時候 你就會超越這個 對身體的執著 這個怕 這個怕你都沒有了 因為他太苦了 你沒有 你根本不會想到自己怕吧 如果你的悲心不夠 你只想要保護自己 我怕這個鬼找我 我幫他超度 他不知道會不會找我 你應該說 你來找我吧 找我才好 我累積功德 然後希望你早一點離苦 我想各位必須要開始 有這個空性 連結眾生的苦 你要把眾生的苦 成為你一個人的責任 妙法靈華經講了 整個世界的苦 就是你一個人的責任 因為只有你一個人 懂得佛法 懂得方法 不能依賴別人 也不能依靠別人 所以學佛是一種 特別是大乘佛教 是一種使命感 是一種責任感 那為了如此 所以我各方面 我都要表現得很好 我各方面 頭髮 眼神 講話 鞋子 走路 穿衣服 任何一個都不能讓別人 有一個負面的印象 如果一個人 我是學佛了 我吃素 講話亂講 身體 衣服髒髒了 然後這個人是沒有悲心的 因為她不管形象的 所以有時候我告訴人家說 學佛最好像一個女生 她以為全世界都在看她這樣 然後她每天就 連一根頭髮都綁得很好 很注意這個 很注意這個 所以如果你不管這個 無所謂 我胖一點無所謂 你胖一點無所謂 佛陀有所謂 佛陀說出家人 最好晚上不要吃瘦瘦的 那才叫出家人 胖就是懶惰 貪不能怎麼會胖 所以在這一點各位 你要有一個自卑感 我現在肚子大了 自卑 像我走路都縮得肚子 海盜法師苗條 那是縮著肚子 快不能呼吸了 快不能呼吸了 但是因為肚子大大 丟佛陀的臉了 你看佛陀那個腰多細呢 所以各位你要講不能說我無所謂 那當然你是學弥勒菩薩 另當別論了 所以因為彌勒菩薩他的願力是 所有人看到我都快樂沒有憂愁 所以他顯示這個歡喜像 心情不好看到彌勒菩薩就好啊 心情好啊 那你的胖不是歡喜像是愛睡覺像 哪有什麼歡喜 愛錢有愛錢的臉 就是那個臉就是那個臉 所以我想各位在這一點 你修空性 那你要時時刻刻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 講什麼話 怎麼進來怎麼出去 你都很注意這叫空性 如果我這樣講話 大家好 這叫沒空性 你要調好你的聲音 聽到人家的耳朵不能太大聲 也不能太小聲 你的表情 你的內心 如果我現在心裡有一個不好的心態 對方看到我也會很痛苦 連動物都有這個敏感度 對不對 明天要下雨了 螞蟻就先出來了 看螞蟻 你就知道動物了 所以各位了解說 所謂空性就是 釋迦牟尼佛要講的這個真理 聽一下 緣起性空 互相影響 這個世界 任何一個有情 跟花草樹木無情的存在 都是互相依存 互相影響的 所以你的一個起心動念行為 都在影響了世界 所以叫世界為心造 法界 始法界為心所造 所以每一個有情 只要你起心動念所產生的行為 都在影響了世界 所以我們一定要淨化世界 而不要污染世界這樣 你不能說我生氣跟世界有關係 干你屁事 我打我小孩子 關你 你打你小孩我們心痛 很痛苦 特別現在有媒體 現在這個媒體 遠方非洲發生的一件事情 整個世界都會知道 前一陣子 英國查理寶寶 他得了一個很痛苦的病 他爸爸媽媽想要把他送到美國 結果後來還是沒辦法 查理寶寶還是往生了 來 法會功德 我想查理寶寶 所有病死兒童 找的離苦得樂 家庭父母 解冤世傑 斷除煩惱 了解佛法 那我想每一件事情 你都產生一個關心 所以各位如果了解這個道理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世界了 金剛金獎一核像 因為有了網路了 地球變小了 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 任何地方馬上就可以感知到 互相在傳 這個影隔心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個發生什麼事情了 所以 但是我們對這些事情要給予關心 給予祝福 給予回向 你不能說 他選上總統關我什麼事情 因為他選上總統 老百姓就被這個 有影響力的總統影響了 所以我們更要努力的 修行跟心態 我們的福德善根 智慧功德要趕快回向給他們 回向給法國總統 回向給美國總統 回向給緬甸總理 現在我們中國跟印度 有一點小小的摩擦 來 法會功德 回向雙邊國家 和平相處 恩山都來 街道沙伯和 你做了各種點燈 因為印度人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就是印度人 因為你學佛了 學佛我們膚色不一樣 國家名字不一樣 事實上我們的本體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有佛性 離開你我也不能生存 離開我你也不能生存 我們生生世世都是母子關係 都互相依賴的 所以要互相感恩 要互相幫助 佛陀就是要轉達這個真理在這個世間 而不是互相競爭 而不是自私我質 這個我質本位主義就會對立 有對立就會競爭 鬥爭就會戰爭 就有世界這種恐怖主義 認為你傷害我 所以我傷害你 我死了我升天 這個講法還不是那麼正確 所以那現在佛法可以告訴我們真相 那各位了解這個道理 你要很積極的 想盡辦法透過各種管道 把佛法弘揚出去 因為佛法裡面不分對方喜歡修什麼樣佛法 那我們都要懂 因為要讓對方了解 這個最重要了 因為這個世界 世界聽一下 世界是我家 眾生是父母 都是合為一體的 所以你要關心世界 你要關心眾生 一切都互相影響 今天各位救了幾隻魚 救很多人不用下地獄 不用生病 因為牠就不用殺魚 吃魚 今天我們救了幾隻魚 合神更快樂 天神更快樂 諸佛菩薩更歡喜 地獄就有很多眾生離苦 七隻魚 超度一個地獄的 放了多少的眾生 這些功德回想給沒有福報的惡鬼道 它也可以勝天 不是光放魚 我們不食水 各位在那邊 不食麵包 做替身多嘛 在河邊做煙共 再來我們去為牠們繞塔 所以今天上午去放生 當我們去 金山腳踏是繞塔 不是你去繞塔 是帶著替代這些魚 這些有形無形眾生替它繞塔 希望他得到諸佛菩薩的加持 好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讓大眾能夠感受到 感謝各位收看生命電視台 也願大家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2015年7月7日到9日 海濤法師到達位於美國南部的亞特蘭大紅法 在7月7日第一場法會中 法師將修行的次第 從潛入身詳細解說 並帶領大眾實修慈悲 特別在法會現場點錢燈 願光明消除惡道苦 更消除糟惡的無明 願人人得聞佛法 神性因果 阿底霞村者寫了這個 點燈祈願文 就是說 把一盞燈變成一種普提心 變成一種佛的力量 一盞燈就變成一個極樂世界的光 所以一盞燈就變成蓮花燈 可以幫助很多受苦的 而且各位今天 大家有幸能夠聽聞佛法 希望這個世界所有的人類 能夠聽聞佛法 不然呢這個世界很苦 這個世界成為動物的地獄這樣 人類所養的無量無邊的動物都砍殺 因為他們不了解六道輪迴的道理 所以大家點燈你要升起這個想法 光明消除他們的黑暗無明 讓他們跟我們一樣 聽聞佛法 相信六道輪迴 相信夜報的道理 相信萬法唯心照 開智慧 相信極樂世界的光 變造一切 最高的天 最低的地獄 都充滿了這個燈的光明 所以會這樣發怨 雖然手上只有一盞燈 然後我們按照這樣發怨 那就會變成無量無邊 到達亞特蘭大的第一天 海濤法師得知150年前的南北戰爭 造成亞特蘭大幾乎被戰火移平 死傷無數 便在既定行程之外 另外排定於7月8日上午 在奧克蘭墓原中 為往生者灑甘露死被失實 立一切優民眾生 令其樂意滿足 離出煩惱 並祈求仰仗佛恩 三寶加倍 讓世界充滿愛與和平 遠離災難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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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所以我們也把我們把我們的願跟守的敬 揮向給他們 願他們生生世世 不會遭受戰爭 就沒有痛苦 來 願我及眾生 敬未來盡 不殺生 勇脫離 戰爭刀兵結 好 願以此功德 苦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大家撒幾滴水 但是水不是在你面前 是整個亞特蘭大 整個美國 所有的墓區 一擊一切 這樣關起來 來